我们家这种软体不见得大家都会啦 可能你们家人家人会 那你在请他教你的时候啊 你就尽量忍耐一点 那我要换颜色怎么办 对在哪里设定颜色 就在哪里换颜色 所以呢你再过来 去把这个上面这块色板 各位看到这块色板了吗 看到了哈 滑鼠要先放上去哦 滑鼠要先放好 先放上去 轻轻的把它点一下 没有反应的话呢再点一次 好进来以后呢 记得滑鼠先一进来 到中间来换颜色 中间啊你用点的就可以了 用点的哈 用点一下点一下的方式 它就会换颜色 等到呢你点到你要的颜色的区域了 你点到你要的颜色区域之后 再进来 一样是用点的 点一下点一下 这样子慢慢的去找到你要的颜色 在这边 你点下去的话呢 它都会换在这里 有没有 如果你觉得说 这就是我要的颜色了 就按什么 确定 按了确定之后呢 怎么上色 记得 记得用我们的油漆桶 找到油漆桶 点到油漆桶一下 去把它怎么样 点进去 啊点进去我要点几下 一下个二 啊点两下咧 就是身体健康啦 手指头运动 运动点两下咧 可以多活10秒 好不好 所以呢 点一下就可以上色了 了解啊 好 OK 我们到这里 那么单一的颜色 会不会上了 如果是背景色 选单 如果你要单单单一种颜色 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可以完成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我们要选择 我们要来做的是 渐层色咯 什么叫渐层 就是不一样的颜色 互相的变化 那不一样的颜色 那就代表 至少要两个颜色 对不对 来各位 请看 那两个颜色 去哪里设定呢 就在这边 同学 刚刚你看了 这是不是有两点 这边有两块 那我们只要把这两块 分别的设定 不一样的颜色 就可以做渐层了 所以我现在做给各位看 第一个 上面你先想好 脑袋先想一下 我要从什么色 渐层到什么色 好比说 我想让它从黄色 渐层到绿色 那是不是两个颜色了 那黄到绿 那我上面这一块 就要设定成什么色 黄色 下面这一块 对设定成绿色 所以请看一下 我怎么做 我把上面这一块 先把它点一下 先把它改成黄色 来请看 我到黄的地方 点一下 是不是黄过来了 我再去选我要的深浅度 这个深浅不错 按确定 同学 上面这一块 是不是黄过来了 底下这一块 另外一样的道理 滑鼠放在底下的这一块 你就用这个滑鼠 不是有一个尖尖的 前面尖尖的 对不对 前面尖尖的地方 把下面这一块 给钉子 是不是同样的东西 又跑出来了 来 你再去选你要的颜色 刚刚我是说黄到绿 所以现在我要选绿色 来 这个深浅度不错 按确定 好同学 看到了吗 上面是黄的 下面是绿的 对不对 颜色先设定好 接下来 我再来做渐程 我在这边等各位 来 各位先把两个颜色 先设好 你先自己脑袋里面 想一下 你要从什么设 渐程到什么设 想好了 再去改颜色 上渐程设好 来请看 颜色都设定好了以后 回去找油漆桶 油漆桶是在这边 记住 油漆桶 是在上单设的 所以如果你要渐程的话呢 记得把油漆桶 按住不要放 就跑两个出来了 第一个叫什么 对 我们要做那一个 跑两个 你手放开 滑鼠一进来 放在第一个工具 建成工具 看到了没有 对 把它点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你滑鼠一进来 它会变一个小小的十字 刚刚油漆桶 它有一个油漆桶跑出来 对不对 建成的话没有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十字 来我要做给你看 你看看呢 如果你是要从左边 建成到右边 那你就把它按住 按住 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另外一边 手放开 就建成过来了 如果你是要由上面 建成到下面 那你先把滑鼠放在上面 按住之后 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下面 手再放开 就建成了 有没有 你如果拉的距离越短 这条线就会越明显 你拉的距离越长 它就比较怎么样 就比较自然一点 它模糊比较自然一点 所以拉的距离很短的话 会有很明显的零线 等一下你自己呢 看看你要怎么样 你都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 你要拉斜的 斜斜的建成 拉水平的 就是比较直的建成 由你自己决定 来我教给各位 请各位开始 练习一下 怎么样拉建成色 我们先讲到这边 你先自己试着做做看 你颜色已经改好了 你要去找那个建成工具 来用 对不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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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